台东县政府重谷县区家庭福利服务中心 以爱在一期守护家庭特工联盟为主轴 8月5号上午在关山清水公园办理 就爱揪心捍卫我家亲子闯关活动 特别我们在县府社会处 在重谷县区成立了家庭福利服务中心 从去年一直到现在 我们总共服务了将近800户的家庭 总共1000多人次 那我们也办理了非常非常多的团体活动 总共是12场 我们的这个方案活动12场 团体活动也将近达到24场 那我们在这里呢 在上个礼拜我们也进驻到 我们这个跟台电租借的这个产地 那未来我们在服务我们五个乡镇 总共33451人的这样的 我们的重谷县区 由我们的振兴会督导 带领我们的四个社工员 来持续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 感谢我们社会处所主导的 我们这个最辛苦啊 这个主办人啊 超人啊 这背不起来也不太好 太重了 但是这个超人有在做啦 不背不夭 有在做就好了 我怕你来这就是要把我们社会处家的同仁加油打气 也要来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些活动 让我们重谷区 成为我们台东最好生活 收你最好的一个好处 重谷县区家庭福利服务中心 服务陆野、观山、池上、海端和盐品五乡镇 华山安全使者的社会处副处长高中云及与会贵宾 希望透过家庭、爱心、安全、社区守护五个面向 建构福利安全网、治安维护网、旧学安全网和自杀防治网的全民社会安全网络 社会处社福科志愿服务队带领大家舞动青春 红苹果幼儿园带来唱唱跳跳、开心过暑假 到表演之后 集结设政、警政、消防及医疗单位 共同设计有趣好玩的闯关游戏正式开始 很高兴我们台东县政府重谷区能够社会局 还有主办单位社会局的这些服务 让我们边沿的地区 还有我们重谷地区都能够 得到一些很好的信息以及照顾 还不错又可以玩游戏 然后又可以参加这里的舞蹈表演 我觉得是还不错 下次如果还有的话我应该会再来 现在又是手机时代 亲自关系会比较富裕 这次这个社会出版这个活动 让我们更接近我们自己联络感情的一个轨道 这个活动不错 重谷县区家庭福利服务中心 希望透过闯关活动 建立社区大小朋友通报及反应机制 降低伤害案件发生 让民众社区伙伴及网络单位 共同守护家庭幸福 黄茜采访摄影